第586章 重生 魔军黑起 千古霸主 一战灭天 威名荡六戒 无尽岁月的封印 魔心难灭 千古魔宫修炼不错 一朝脱困 或乱天地间 虽元气大伤 但境界更甚往昔 时至今日跨界而来 难逢抗守 陈南与爵士杀神黑起的大战 天昏地暗 煞风横扫天地间 直让日月无光 星辰失色 高山拔地而起 冲上高天 随之舞动 而后纷纷暴碎 更有大河 逆空而上 四银龙直冠云霄 骇浪席卷十方 这简直是一场浩劫 两大高手直打的天崩地裂 杀气直冠北斗 这场惊世大对决 比之上次陈南与松赞得不知战 还要惨烈数倍 即便是精神戏法祖罗开尔 也看得阵阵心惊肉跳 这样的大战 于他来说 也称得上惨烈无比 自从当年太古一战 这无尽岁月以来 还是首次再次看到 他不禁热血澎湃 仿佛又回到了太古诸神闪耀的时期 陈南手中方天化级 与黑旗手中绝望魔刀 在短短的半个时辰之内 也知道相撞了多少次 空中到处都是他们的残影 大战的中心位置 已经生生被他们撕裂开一个黑洞 周围空间更是崩碎无数次 各种战绩 各种武技 层出不穷 杀招不断 两个人早已杀红眼 但是不得不说 黑旗君王超要越松赞得步 而陈南八魂的力量没有上次强盛 此消彼长的情况下 以绝对战力来说 陈南的确难以抗衡 杀神黑旗 身高一战五的黑旗 周身上下击剑如球龙盘绕一般 长发狂舞 眼神赤裂如火 吼笑不断 手中绝望魔刀更是杀意无限 可怕的魔刀一刀劈出 旁边四十万神魔之魂都跟着齐声吼笑 四十万怨灵将绝望之意推升到极点 黑旗当真成为一个无可战胜的魔王 陈南百战于魔刀前 眼神犀利四冷电 面对四十万神魔之势 他一己独亢 一直与黑旗争杀到现在 八魂的法则 他已经频频打出几刀 面对四十万神魔加深的黑旗 即便是太古诸神归来 也是头痛无奈 这可怕的杀神太过强势了 当真是天地有我无敌 世间难逢抗守 陈南一己崩飞劈卡尔来的绝望魔刀 口中大喝道 祭灭轮回 黑旗太强势了 面对祭灭轮回 他一声大吼 四十万神魔之魂奇笑 天地间愿灵安吼浩荡如海啸 声音传遍人间见 黑旗身前 直接浮现出一具骷髅骨 带他冲向寂灭轮回法则 在惨烈光芒照耀天地间之际 寂灭轮回法则 竟然被骷髅骨轰散了 而那具骷髅却安然无恙 飞回了黑旗的身边 杀神黑旗狂妄大笑 升阵高天 虚空都在站立 那骷髅骨乃是他坑杀四十万神魔 从中炼制而出的骨质精华 用四十万神魔提炼出一具骷髅骨 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的坚固 甚至可以说比之黑旗的身体 还要强横 小子 你不过看到了我冰山力量的一角而已 最终 我要让你受尽折磨而死 黑旗残忍地笑着 双眸中血光暴闪 两世为人 刹那永恒 环与镜面 陈南又是三道法则 且同时施展而出 想要重创对方 奈何 黑旗磨为无匹 这一次他没有动用那副魔骨 反而收了起来 大喝了一声四十万神魔怨魂启动 无尽的魂影在黑旗背后组成了一座大山 他快速飞起 在那座魔魂之山 黑旗如那无上尊主一般 傲然立于怨魂山巅 四十万神魔怨魂各自透发出魂力 一片死亡光辉暴现而出 这里仿佛变成了地狱一般 远远望去 一座由怨陵组成的魂山周围 无尽的海骨遍布于虚空中 一望无际 看不到尽头 更有无数鲜血 汇聚成河海 在空中汹涌澎湃 简直就是一副地狱的景象 远处 法祖罗凯尔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黑旗简直深不可测 陈南发掘三道法则打出之后 虽然轰散了大半海骨与一半魂山 但是却连黑旗的衣巾都未占到 在对方的身前 仿佛有数虫死亡之力在阻挡 生生化解了那三道可怕的法则 强于松赞得布 至此再无疑问 魔君黑旗仰天长笑 站在浑山之上 高大的魔躯显得更加魁违 当真是一个绝世凶神 伴随着他的吼笑 无尽的煞气透发而出 魔云翻滚 全部涌动向浑山 被击溃的神魔怨魂 再次凝聚在一起 他傲然立于浑山之巅 手持绝望魔刀 从来都是我杀人 从来没有人能杀我 你去死吧 说话间他一声魔笑 搅动起漫天的乌云 向着陈南快速冲去 与绝望魔刀合二为一 眨眼披斩到了境前 陈南心头跳动 方天化即猛力向外格挡 吼枪之声火星四射 他被震出去千丈远 猴头一甜 喷出一口鲜血 而此刻 黑起再次追杀而至 绝望魔刀杀气冲天 力劈而下 陈南再次格挡 身体再次被震飞 此刻 黑起如魔化了一般 威猛绝伦 强如陈南 也不能立敌 简直如太古凶兽 一般强横 所有通过记忆水晶在观看的人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太古君主实在太强大了 根本不可立敌啊 吼 黑起再次魔效 杀向陈南 与此同时 他身后的四十万神魔怨魂 竟然凝聚在了一起 化成了一个无比高大的魔魂 矗立于天地间 随着黑起的动作而动 与他步调一般无二 黑起 一刀向着陈南劈斩而去 高大的魔魂 也出刀向前劈去 声势害人到了极点 陈南大惊 这真是一个无敌的魔王 他竭尽全力相抗 同时开始召唤体内的神魔徒 但是让他非常失望 神魔徒竟然没什么动静 最终 这一击陈南被打碎了肉身 像是报复陈南最开始的 碎身之仇 黑起冷森森地笑着 陈南无比愤怒 叹息八魂力量不如往昔 快速重新凝聚肉身 持着方天化解 再次与黑起对峙 他之所以如此强横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四十万神魔怨灵之骨 我用魔法 拖住那四十万神魔之魂 你和他本体大战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法祖罗凯尔 终于修复好了破碎的身体 恢复了大半的元气 秘密向着陈南传声 好 情况无比危急 两大天街高手将联手 杀 陈南舞动方天化解 驯弱流星一般 在空中留下一道道残影 与一道道可怕的残冷光芒 杀到了黑起镜前 冷光四射 火星蹦剑 激烈的搏杀中 凶兵方天化解 与绝望魔刀 已经出现了无数的伤痕 破损不堪 不过 对于这种有兵魂的瑰宝来说 他们时刻都能恢复成原样 大战惨烈无比 绝望魔刀光芒四射 在冷冽的沙翼中 寒光暴闪 一刀利劈而下 瞬间斩落了陈南半边肩膀 血光冲天 陈南脸上露出了极其痛苦之色 不过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是他有意为之 现在黑起比他战力要强 他唯有使用两败俱伤的打法 才有机会重创对方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为法祖创造机会 此刻 方天化解 也已经洞穿了黑起的胸腹 随着陈南的一阵搅动 黑起的胸腔瞬间崩碎了一半 这种薄杀是极其惨烈的 虽然他们的肉体能够复原 但是灵魂遭受的创伤 可不是短时间能够修复的 而且 那种痛苦与普通人一般无二 需要无以伦比的坚强意志 不然根本无法承受 黑起忍着痛苦 含声道 小子你够狠 有我当年的样子 说话间 他与陈南再次对战起来 刀 几拼杀 血光崩陷 他们不断批中对方 以我之名 灵魂净化 法祖罗开尔终于出手了 光明一戏 为了对付死亡怨魂 而创建的可怕天接静咒 瞬间爆发了开来 四十万什么怨魂 全部笼罩在这片无比神圣的光芒之中 惨烈的哀嚎之声不绝于耳 四十万怨灵同时恐怖地挣扎 在一瞬间 便有数万怨灵灰飞烟灭 如黑夜在黎明到来时破灭 不可阻挡 该死的虫子 没有立刻灭杀你 竟敢如此对付我 粉身碎骨吧 黑起怒急 一时间不慎 便让纪念的神魔之魂 如此轻易被克制 被破去数万 怎不让他大怒 他抽刀转斩向法祖 法祖大害 他发现 光系天接静咒魔法灵魂进化 竟然快速崩溃了 而原本消失的几万怨灵 再次重现 这不可能 我不毁灭 我所纪念而成的神魔之魂 怎么可能毁灭呢 黑起吼笑着冲来 四十万神魔怨魂 也跟着疯狂嚎笑着 再次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魔魂 而这一次 他们竟然与黑起合在了一起 狂霸地大叫了一声 狠狠地劈碎了 如山岭般的庞大虫体 这一次 我要彻底灭杀你 不给你半点机会 黑起立笑 他冲出四十万神魔之魂 魔刀连连在空中滑动 一道道皱纹 出现在绝望魔刀附近 而后高高举起魔刀 向着法祖灭杀而去 与此同时 陈南也动了 身体与方天化己合而为一 口中法则不断吼笑而出 三千大事件 冰封三万里 两世为人 刹那永恒 环宇尽灭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黑起出手 陈南也出手 法则 胸脊 以及陈南的身体 交融在一起 冲向了绝世魔君 显然 面对两个天阶强者联手为杀 黑起也有些忌讳 此刻 他打定了注意 一定要先灭杀法祖 稍后慢慢折磨陈南 为松赞得不报仇 四十万神魔海骨精华祭炼 而出的骷髅骨 阻挡在他身前 帮他抵挡陈南的攻击 而他自己与那些神魔怨灵 挥动不下皱纹的绝望魔刀 狠狠地轰向了阔凯尔 给我行神剧灭吧 啊 法祖罗凯尔惨叫 崩碎了正在重组的身体 而且这次 连灵石似乎都被打散了 黑起露出了满意的残忍笑容 不过紧接着 笑容又快速消失了 因为陈南这一次 破碎了那具骷髅骨 而后又将他的本体给劈了 身体被劈成了两半 灵魂遭受了重创 怒火涌动 黑起无比愤怒 不过 已经猎杀了那只虫子 现在尽管遭受重创 但一切都直了 接下来 他可以无后顾之忧地 折磨眼前的仇敌了 想到此处 黑起怒火消失了 身体在远处快速重组完毕 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轮到你了 我要虐杀你一万年 他收回了散落在天空中的骷髅骨 用绝望魔刀直指陈南 陈南心有所感 不久期的感觉 难道成真了吗 今日恐怕真的要凶多吉少了 但是 到了此刻 没有任何退路 他唯有死战到底 到了如此境地 他没有气馁 心中反而渐渐涌起冲天豪气 一股无比旺盛战意 在他心间汹涌澎湃 他的血液渐渐沸腾了 死 我也拉上你 陈南大喝 他没有给自己留下退路 已经生出死至 提己毅然冲了上去 高天之上 历史崩碎无数片虚空 惨烈的大战再次开始 以赴死之心 冲天战役 来决战 陈南与黑起一时间 杀得天昏地暗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丝奇异的波动 在远空荡漾开来 高天之上 居然绽放出阵阵霞光 一个仪仗多长的勇 出现在虚空中 咔嚓 透发着金色霞光的勇 突然破碎了 一个敌人快速冲出 法祖罗凯尔 此刻的罗凯尔 再也不是那个 庞大笨拙的虫体 现在 他与正常人一般高矮 除雀虫头 以及背后的一对金色蝶意外 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正常人了 比之虫体时的样子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蜕变 他竟然在这种境地下 蜕变成功 法祖看到了远处 陈南与黑起的旷世大战 此刻已经进入了 最为惨烈的时刻 在这一瞬间 他有一丝恍惚 仿佛回到了太古时期 那强者云集的太古时期 多少英雄豪杰 都在这样的大战中陨落 那称得上是一部毁灭史 是一部让强者流落血泪的暗黑史 法祖罗凯尔 似乎又看到了当年的最强者 纵横天地间 气冲斗牛 百战于世的无上风采 他似乎看到了 百强血染天地间 英雄陌路的可悲景象 他虽然痛惜与惋惜 但是却深知当年的大战之德 他仿佛再次看到了 当年的太古诸神 血漫天地间 热血大战的画面 一袭剑 他似乎听到了 时空大神气壮山河的一声悲笑 自毁百事修为 逆转乾坤 颠倒阴阳 以形神俱灭的代价 为诸神打开一条血色通路 仿似间 他看到了那号称 天地间最疯狂的魔主 摄取百万生魂 以最残忍的方式 杀青 杀己 来杀敌的绝望之战 最后 画面定格于大神独孤拜天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血染青天的画面 一战功成 让千古岁月平静无波 哈哈 法祖大笑了起来 走出了自己的心灵世界 仰天大笑道 没想到我 还有恢复实力的这一天 远处 陈南与黑起分了开来 黑起双眼 透发出两道可怕的光芒 冷冷地道 有些意思 居然侥幸未死 修为更加精进了 法祖罗凯尔 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道 可以与你一战 没用的 你依然远远不是我的对手 黑起冷冷地道 不好 第五届的另一个君主 随时要冲过来了 远空天鬼对陈南传音 陈南心中波澜起伏 再也难以平静 在一瞬间 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蜕变 由法祖受到的启发 他正在做着一个艰难的决定 要不要修 炼太上望秦路 第587章 北斗浮魔 太上望秦路 一部名传天界无尽岁月的宝典 号称天上地下第一奇功 其威名之大 还在陈家神秘的 幻魔经之上 此宫的奇觉神异之处 那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修炼有所成就之后 不可想象到底有多强 陈南曾经粗略浏览过 太上望秦路的纲要 仅仅看了前半部 他就深深为之震撼了 再也不敢看后半部 他怕自己为之入魔 而不可自拔地去修炼 最后只能全部倒背下来 前半部功法若有所成 世间一草一木 天地万物都为我兵 大致山川河流 小致楼以尘埃 甚至包裹敌人的身体 意念所致 凡有智之物皆遵我令 如若大臣再上一层楼 那就更可怕了 待天而行 我吉天 天吉我 我严吉法 我行吉则 天地法则为我而定 这绝对是一部神魔禁书 若想修炼 起点必要达到神魔之境 堪称一部通天奇书 只是 这部书 有着太过协议的可怕之处 修炼它 便是不断杀死原有的我 而蜕变出全新的自我 实现肉体与精神的 不断自我升华 如果这样下去 到了最后 即便威满天地间 但那还是自己吗 这是陈南为何长期冷藏 这天界第一奇书的原因 他无法去修炼 到了最后 究竟会成就谁 他不得而知 从 幻魔经 钟陈南受到了一些启发 既然一部功法可以奇异到 以他人肢体为阵法 来复活一个 早已死去无尽岁月的强者 那么 太上望秦路 会否也有这样的阴谋呢 这是陈南最为担心的地方 他自从接触到这本书时 就早已有了这样的联想 不断蜕变自我 到最后 进化出一个全新的自我 是不是 太上望秦路 作者早已预料到 而留下的一个 有史以来的最大陷阱呢 他真的怕最终的进化体 是为 太上望秦路的作者 天人服务的 修炼还是不修炼 陈南真的非常矛盾 看到法祖罗凯尔的蜕变 他联想到了 太上望秦路 以他现在他的天阶修为 肯定可以立刻施展出里面的 某些进法 但是一旦如此 恐怕就没有回头路了 现在情况如此危急 唯有实力才是硬道理 他虽然看到法祖的强大 但是很明显 罗凯尔依然不是黑旗的对手 毕竟 那可是可以同魔主抗衡的 太古君主啊 修炼 还是不修炼 两难的取舍 此刻 法祖罗凯尔 已经和沙神黑旗大站在了一起 这两位都乃是 太古时期的强者 都可谓身经百战 对敌经验无比丰富 一交手就知道了 对方的实际强弱 君王黑旗长笑震天 法祖罗凯尔 几次变色 他知道 即便现在已经再现了 近乎当年的修为 依然不是对方的敌手 但是 现在绝不可能 如同先前那般狼狈受辱了 这一次即便战败 也将是有尊严的战死 定然也会让对方 付出应有的代价 他是不择手段的人 对待仇敌毫无顾忌 太古魔法幻魔领域 快速施展而出 天地间顿时仿似 笼罩了一个巨大的光照一般 在一刹那 方圆千里 都被他所掌控在 自己的幻魔食欲中 在此领域内 无尽的生命体 全部死亡殆尽 虽然长了翅膀 但到头来 依然是个虫子 如此法则空间 就以为能够禁锢我吗 真是个笑话 在我看来 不过是重穴而言 太古君王 黑起不屑地冷笑着 心有灵犀 法祖罗凯尔 在自己的法则领域内大喝 这可不是什么 唯美浪漫的感应 这乃是杀人于 无形的可怕精神魔法攻击 在这一刻 他想贯通黑起心中 所思所想 而后在他的心海中 构筑一片幻境 用对方自己的实力 杀死自己 黑起仰天怒吼 心海中 一阵飓风狂猛而过 他微微露出 尸神之色 这是来自灵魂的攻击 一把精神扩建 在他的心海世界中 纵横天上地下 搅动起漫天乌云 直欲粉碎 他的心海世界 眼看着他的心海世界 就要分崩离析了 那把精神构筑而成的神剑 即将毁灭的他的心海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黑起突然发出 一声绝望的咆哮 他的心海世界中 一把同样 由精神凝聚而成的魔刀 横空出世 在刹那间 批断了那把神剑 将那即将分崩离析的 心海世界 稳定了下来 而后修复成原状 对于黑起的心海世界来说 这里仿佛经历了 一个轮回那般长久 但是相对于外界来说 不过一眨眼 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对着法祖罗开尔 道 不要对我施展精神魔法 那是无效的 因为我的心智 比铁还要坚硬 笑着 看到了我的心海 哈哈 黑起仰天大笑 但神态却说不出的 争鸣恐怖 透发出一股绝望之意 漆冷冷地道 幼年未成名之际 我被人逼着 生斥了自己的父母 小有威名之后 我被人封印 在绝地中 为了活下去 我被迫吃了追随 在我身边的九个儿女 还有爱妾 威名大胜之后 我摔四十万神魔纵 横天地间 所向披靡 但中遭人算计 被两大君王布阵围困万载 绝望挣扎中 我创出千古魔宫 自己动手斩杀四十万心腹 将他们祭练成神魔怨灵 为我所用 终于闯出绝阵 途径强敌 世人以为我坑杀四十万神魔仇敌 又有谁知 那是随我征战的部下 哈哈 的确 后来我杀之敌 远远超过四十万 但是最先屠戮的是自己的部下 哈哈 黑起疯狂地大笑着 脸色扭曲 恐怖到了极点 陈南与法祖 皆将功力提升到了极限 黑起经历坎坷 一生所欲之事 漠不处于绝望中 这种人的心灵历程太过可怕了 他一旦危震天地间 行事手段定然要比常人残忍百倍 陷入绝望情绪的黑起 最为可怕 法祖罗凯尔的精神魔法攻击 不仅没有实质伤害到他 还激起了他最为残暴的暗黑之心 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天地间 在这一刻 杀神黑起的气势 强盛到了极点 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我 放眼三界六道 除了有限三五人 已经没有人配当我的对手 黑起疯狂地大叫着 不知道是他口出狂言 还是他果真攀升到了那种境界 不管怎么说 法祖罗凯尔与陈南街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眼前这个太古君王 比之方才要强盛一大截 所受的重创 仿佛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悬浮在他的周围的四十万神魔怨灵 仿佛无边无际的熊熊大火一般 剧烈地燃烧着 法祖罗凯尔所不下的千里领域 在刹那间崩溃 黑起透发出的是直上太虚 时空之神何在 魔主何在 独孤拜天何在 出来 没有人能够抵我百招 黑起似乎疯了 法祖与陈南相互看了一眼 揭露出骇然之色 即便他们联手 也不是黑起的对手 游荡在天地的战魂啊 我曾经的战友啊 请听从我的召唤吧 法祖罗凯尔 第一次如普通魔法师一般 郑重而庄严地 吟唱出古老的咒语 当然 效果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太古魔法 祖神念诵咒语 那只能说将要识破天经 从他的咒语也可以看出 与现在的法师 有着天壤之别 现在最为强大的法师 即便能够施展太古魔法 一般会这样吟唱 游荡在天地间的 伟大太古神灵啊 而法祖却称呼为战友 可以想象当中的差别 绝灭之 天外殒尸 法祖大喝 这不仅让陈南吃惊 也让疯狂的黑起魔眼中 流露出一丝亚色 通过记忆水晶观看的天界 与人间的高手 更是吃惊地露出 不可思议的神色 传说 太古的魔法师 能够召唤天外陨石来大战 众人以为 这不过是无稽的传说而已 没有想到 在今日真的得见了 天际尽头 一片流星雨 快速破空而来 这简直不可想象 居然是一个人召唤而来的 明亮的光芒 眨眼极致 这简直像是蔑视啊 召唤天外陨石来写 轰隆隆 天空震动 数百块万万君的陨石 透发出璀璨的光芒 冲到了黑起镜前 很快就将它淹没了 然而 就在人间 天界所有人 还未来得及发出欢呼时 无尽的流星雨中 透发出了狂霸的笑声 哈哈 我说过 没有人灭杀我 即便是天的都不行 哄 万万君的流星雨 在刹那间 光芒闪耀到了极楚 而后全部崩碎 化成了普通的沉沙 湮灭在虚空当中 无尽沉沙散去 黑起高大的魔区 当空而立 手持绝望魔刀 透发冲天的杀意 四十万什么怨灵 熊熊然 烧出浩瀚无垠的杀气 法则脸色一阵惨白 召唤天外陨石 那可不是一般的杀招啊 已经是魔法中的 禁忌绝学了 这样都无法奈何黑起 还要怎样才能够杀死它呢 除非你召唤来无尽星辰 但是你能吗 除非天来做 君王黑起冷森森的话语 射人心魄 法祖罗凯尔 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 陈南想要动用天坑 但是他知道 黑起不是三岁孩童 乃是疯狂的千古君王啊 即便将他隐去 凭他的强大神识修为 不可能感应不到那里的危险 唯有等待最后关头 拼得两败俱伤 失去战力之时 也许那里 才是最终的战场 可是 陈南不知道 他能不能坚持到那时 现在 他需要实力啊 陈南知道没有选择了 如果此刻逆转弦 也许可以无尽提升自己的修为 但是能吗 显然那不是 受他自己掌控的 现在恐怕唯有动用 太上望情路中的某些绝学了 他被逼将要走上一条不归路 一草一木 天地万物皆为我兵 意念所致 凡有知之物 皆遵我令 我吉天 天及我 我严及法 我行吉泽 天地法则为我而定 古老而神秘的第一气功 太上望情路 一条条语句 在陈南心中 缓缓流淌而过 某些可怕的禁忌之法 慢慢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即便走上一条 无法回头的绝路 他也唯有苦涩地走下去 家传心法 幻魔精 被陈南强行中断了 取而代之的是 太上望情路 他的骨骼噼噼啪啪作响 经脉中的真元 更是骇浪一般奔腾咆哮 他的身体 简直要撕碎了一般 没有退路 无法回头 只能前进 真元摧毁经脉 冲进骨骼 完全不同的行攻路线 不需要经脉 不需要血脉 周身上下 一个整体都是血脉 包括骨骼肌肤毛发 天通地动 陈南感觉自己 仿佛融入了天地中 即便是在白昼 他也能够看到 漫天的浩瀚星辰 无尽的星光璀璨夺目 太上望情路 终一门绝学 映入他的心海中 陈南大喝道 北斗伏魔 荣甚于天地间 陈南感觉 他与那天上的北斗七星 短暂地相连在了一起 北斗七星 透发出无尽的星光 在天际直观下 七道光柱 第588章 杀入第五剑 天通地动 北斗伏魔 陈南肉身 虽然凝厉虚空中 但是思感仿佛 已经化身天地间 亿万星芒照耀环宇 他仿似 已经置身于星空中 无尽星辰 璀璨夺目 长存千古 天际七颗灿灿星辰 与陈南思感摇摇呼应 北斗七星 洒下漫天光辉 汇聚成七道神光 自天外直魄而来 凝聚成七道光柱 向着君王 黑起贯穿而去 通天七光 在这一刻 陈南感觉无比熟悉 他想到了飘渺风 那通天七柱 何其相似啊 七道神光 与天上北斗七星 交相呼应 瞬间照亮大地 君王黑起 脸色终于难以保持平静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快速冲出去数千远 随他而动的 还有四十万什么怨灵 呼啸着如同骇浪一般 席卷天地 荡起漫天的乌云 第一道光柱激空之后 向着下方广阔的大地 奔袭而去 虽然并没有多少能量波动 透发而出 但是可以想象 其内部 真实蕴含恐怖的力量 让人毫不怀疑 如果真个记在地表 定然会毁灭一方土地 可能会造成一片死地 陈南心念 虽然连通北斗 但是整个人的心神 也毅然时刻 关注着战场 这第一道星光 乃是天书星 透发出的心力 他双手打出 纷繁复杂的法印 口中大喝道 天书星 转 星辰之光 随着陈南的法印 快速转变方向 无尽星辰之力 再次追击黑起而去 吼 黑起暴目 他欲强更强 从来没有退避过 现在让他魔火大圣 不再必退 手中绝望魔刀 咬指星光 四十万神魔怨灵 更是齐声吼笑 绝望魔刀 与星辰之光 狠狠地劈撞在了一起 爆发出漫天的灿灿光辉 黑起一声狂笑 想彻天底间 那道星辰之光 竟然被盖世魔王 黑起生生击散了 来自天书星的星辰之力 居然被他一己之力打散 四十万神魔奇奇吼笑 透过记忆水晶 关注这里的人间 与天界的修者 无不变色 这个太古君主 简直不可战胜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第二道与第三道 星辰之光 同时到达了 来自天玄星 与天机星的灿灿光芒 汇聚成的两道光柱 已经贯穿到黑起镜前 眼看就要将它淹没 啊 黑起发狂 满头漆黑的长发 狂乱舞动 面目猙獰 恐怖到了极点 四十万神魔化成 无尽魔云 挡在了他的身前 与那星辰神光 交融在了一起 一方光辉灿烂 一方漆黑暗淡 两者相遇 真个是剧烈大碰撞 连法祖罗凯尔 都露出了金色 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无声无息 两者疯狂 而快速地相互吞噬 到了最后 一把绝望魔刀 结束了僵持 漫天星光溃散 四十万神魔愿 灵魂影暗淡 黑起狂笑 周身上下 透发出无尽的煞气 让四十万神魔愿灵 同时复原 可怕的黑起 当真永恒不灭 不过 细看可以发觉 黑起的嘴角 已经溢出了丝丝血迹 这乃是体内受损 遭逢的创伤 比之真正的伤害 到体魄之伤 要严重得多 说到底 陈南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理解太上望情路 现在不过是仰仗天阶修为 按照太上望情路的心法 一样运转体内的真元 按照这门可怕功法中的记载 施展出了里面的一些绝血 比如北斗伏魔 但是 对于太上望情路的意境 以及里面真正需要参悟的 种种妙处 它是不可能真个掌握精髓的 眼下一切都是一样学样 仰仗天阶修为做后盾 强行施展一些禁忌绝血 不然 北斗七星 七道星光 定然在一瞬间同时到达 现在 虽然七道光柱 不过相隔几秒间充滞 但是对于黑起 这种级别的高手来说 破绽实在太大了 可以从容分开即破 天拳 玉衡 开扬三道星光 瞬间击至 无限星辰之力 贯通天地间 这一次 黑起魔刀居中 四十万神魔怨灵居左 那具由四十万神魔海骨提炼而出的骷髅居右 天同时对抗三道星光 还愣着干什么 上 陈南冲着法祖大贺 罗凯尔如梦方醒 现在可不是发愣的时刻 不灭杀对方 就等着被对方血杀百万里 熟众熟青这一点 不择手段的法祖还是知道的 天地间阵阵混沌之光闪现 周围的空间崩碎得不成样子 已经回归混沌状态了 三道星光与黑起他们的碰撞 实在太过激烈了 最后 绝望魔刀险些崩断 四十万神魔怨灵被轰击的七零八落 那具骷髅骨碎裂成无数段 三道星辰之光消失了 黑起刚刚从混沌中冲出来 就被法祖罗凯尔 一记混合魔法狠狠击中 当场粉碎 在他愤怒的咆哮声中 魂体开始凝聚 不过陈南控制的 最后一道星辰之力降临了 遥光星辰的神力破空而来 瞬间轰撞在黑起身上 绝望魔刀瞬间断为两劫 黑起再次粉身碎骨 灵魂一下子暗淡了许多 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只是 可怕的一变在后面 啊 黑起愤怒咆哮 声音传遍天界与人间 他粉碎的身体 并没有立刻重组 那被冲击的七零八落的 四十万神魔之魂 如满天乌云在翻滚一般 向着他涌动而去 全部被他的魂魄吞噬了 而后 那具被击散的骷髅骨 也快向着他冲去 融入了他的碎骨中 而后黑起才真正开始重组起来 在绝望中吼笑 在绝望中挣扎 四十万神魔怨灵 发出冲天煞气 最后全部消失在黑起的体内 黑起完成了一次可怕的重组 在绝望中 他在上一层楼 给你们说过 我是永恒不灭的 三界六道 没有几个人配当我的对手 黑起手持断裂的绝望魔刀 魔刀也在快速修复中 所有通过记忆水晶观看的修者 近乎绝望了 这个太古魔君不可战胜 比松赞德布可怕太多了 黑起冷冷地盯着陈南 道 你也会北斗扶魔 真是巧合呀 当年 我们就是被类似的阵法封印 到了如今再次遇到 若不灭杀你 实在难解心头之恨 陈南现在可没有时间去考虑 黑起当年被封印的种种问题 如今 他心中估计 他终于走上 太上望情路的不归路了 里面的功法 的确奇轨无比 不愧天界第一功法 只是 短时间一样运转 根本无法发挥出 里面那些禁忌绝学的全部威力 而且黑起 在绝望中再上一层楼 即便贯通太上望情路 也没有把握彻底灭杀对方 更何况 哪里有时间啊 不好了 第五界空间之门大开 一个君王跨界来了 天鬼惊恐地向着陈南传音 陈南脑中轰的一响 一个黑起就已经无法对抗 再来一人 他不敢想象那种后果了 无尽的杀意 可怕的强者之势 瞬间铺天盖地冲来 像狂猛的海啸 冲上了海边寂静的小村落一般 声势害人到了极点 跨界而来的君王 再一刹间就冲到了 此人高有一丈 身材修长 容貌俊朗 皮肤白净 本来是那种看起来很文静的修者 但是此刻 怕他浑身染血 杀鸡毕露 如一口犀利的出窍神剑一般 身上的月白衣衫残碎不堪 早已被鲜血染红 尤其是要害之处 更是破碎的不成样子 可以想象他曾经受到了 不止一次的致命攻击 他手中持着一把 残破的不成样子的断剑 可以想象 之前经历的大战 多么的激烈 第五届再来一高手 顿时让人间与天界的所有修者 绝望到了顶点 还有谁能够挺身而出 谁能够对抗来犯的强者 德蒙你居然没死 还敢跨界追我而来 真是不自量力 黑起的话语 顿时让法祖一惊 而陈南却如梦方醒一般 他一直在考虑最坏的结果 但却没有想到 事态并未严峻到那种程度 他想起了第五届 那个不死老强性时 所说过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他们 乃一方缠战黑起的君王 德蒙冲着陈南与法祖点了点头 以神识波动来交流 道 我在沿途已经从死灵的怨念中 得知了这一届发生了什么 我乃是黑起的对手 要与你们一起对付他 没有比这再好的消息了 如今的黑起君王 堪称无敌于世 这等强缘来住 实在是雪中送炭啊 哈哈 你们以为人多 就可以灭杀我吗 天都杀不死我 更遑论你们 现在这个世上 没有人真正能够奈何我 德蒙手持断剑 整个人犀利如神剑 盯着黑起 在第五届他 如果不是炸死的话 已经被黑起彻底灭杀 他转过头来 对着陈南与法祖秘密传音道 他说的对 即便我们三个人联手 也无法与他抗衡 他乃是太古七君王中的第二强 如果逼他露出绝望杀意 甚至可以排在第一 几乎没有人能够与他争锋 法祖传音道 他已经被我们逼得 露出绝望杀意了 德蒙道 眼下 没有人能够对付他 但是 我带了我借的一件重宝 可以困他两日 说出你的具体打算吧 陈南知道对方 肯定早已有了周密的计算 我想请你们去我们的斗战圣剑 帮我们先灭杀掉 太古六君王中的一两人 而后我们处于绝对优势后 数位君王一起来合力绞杀黑企 进入第五届 对抗另外的太古君主 尽管德蒙说 那些人没有黑企强大 但是言之 不是宽慰之语 必然充满了凶险 法祖没有延伸 陈南考虑了一会儿 道 我可以与你同去 但只能在斗战圣剑 争杀两日 法祖不能去 为什么 德蒙问道 陈南的顾虑很多 谁能保证强敌灭境 德蒙一方不会翻脸 但是这不可能全部说出 陈南道 我的体制很特殊 战力只能维系两天 此外 黑企即便被困 但也需要强者监视 不然一旦他意外杀出 血涂百万里 后果不可想象 德蒙无奈点头 不过心中却振奋不已 他已经看出 此刻陈南的修为不弱于他 黑企被困这一届 他们如果杀回去 法祖罗凯尔表示同意 他可不愿意以身涉嫌 进入那可怕的第五届 黑企冷冷地扫视着前方那三人 此刻绝望魔刀已经完全修复 他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他打算一战灭掉三位天阶强者 然而 就在刹那间 十三杆大旗 突然间遮天蔽日 突兀地笼罩在黑企的周围 一瞬间 阴风怒嚎 血浪冲天 这里的场景顿时大变样 魔云翻滚 十三个杆大旗 高祖有千丈 在阴风中烈烈作响 笼罩了这片天地 黑企被困里面 哦 黑企似乎震惊到了极点 发疯般吼道 德蒙尼 既然是那两人的传人 该死的 我要灭杀你族十万里 你族所在地 今后将寸草不生 当年 黑企与四十万手下 被困万载 就是拜着十三杆诸天魔奇所赐 最后迫不得已 亲手灭杀四十万什么手下 独自冲出封印 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死结 不错 当年那两位君王 乃是我族高手 哈哈 黑企在诸天魔奇大阵中 怒急而笑道 当年都无法困住我 更何况现在 你们等着灭族吧 德蒙冷笑 道 困你三日就够了 今次 我们要在第五届 一站定输赢 黑企终于脸色大变 奋力地冲击 不过十三杆魔奇 烈烈作响 遮天蔽日 岂是那样容易冲破的 走吧 德蒙对陈南道 等一下 我再来不一阵 陈南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对于太上忘情路中的功法 再也没什么顾忌了 不计后果地施展运用 他即将离开这一届 他可不想走后 因黑企的存在 而发生可怕的意外 北斗伏魔 依然是这一禁忌绝学 但是因为黑企被困 已经无力破坏他施展 七道神光从天而降 从北斗七星斗身上端开始 到斗柄的末尾 天书 天玄 天机 天拳 玉衡 开阳 遥光七星之力 自浩瀚星海中直射而下 在十三杆大气之外 形成北斗伏魔阵 虽然陈南还没有真个掌握 太上忘情路 但是阵法运转两三天 是没问题的 七道光柱贯通天地间 法祖留在了原地 陈南头也不回地跟着德蒙 向着通往第五届的空间之门飞去 爸爸 月亮之上 龙儿双目运泪 攥着小拳头 叫喊着 孟可儿 雨昕 四祖 五祖 弹台旋 大魔 还有更多的人 通过记忆水晶 注视着陈南远去 天鬼 将黑起带来的人 全部给杀干净 陈南在进入空间之门前 大声地冲着远空的天鬼命令道 也许 两三日间 就可以扭转乾坤 陈南没有选择 只能杀向第五界 太上忘情路 已经令他走上绝路 现在于他来说 再也没有任何可怕之事 第五界君王德蒙 划开一片空间 五万生灵哀嚎着 自他修出的天地中 坠落而下 被他用断剑 横扫于虚空中 无尽的血液喷洒而下 人头不断飞滚 残尸不断坠滚 这是血淋淋的大屠杀 一派炼狱般的景象 血水染红了这片天地 打通两界之门 需要无尽的生灵血迹 场景是极其残忍的 尸虎猎物或威名 可怜迷路有谁连 世间从来强实弱 纵然有理也枉然 陈南没有阻止 穿过重重血浪 与德蒙一起走进了空间之门 这空间之门内 怨灵哀嚎 魂魄挣扎 鬼啸之音不绝于耳 但是现在 不是悲天悯人的时刻 陈南与德蒙在里面飞快地穿越着 第五界 号称斗战圣界 被称作终极强者的彼岸 所有最强者 最终都会来这一界留下足迹 三个时辰之后 陈南终于同德蒙 一起进入了斗战圣界 第589章 血涂百万杀君王 当面对强敌冷血屠杀之际 妥协逃避并不是好办法 也许以攻带守更为有效 陈南灭杀太古七君主中的松赞德步 随后大战盖世君王黑起 已经和这几位修为通天的君王 结下了不解之仇 发生的事件 已经无法挽回与遮掩 与其等对方杀过来 还不如自己杀过去 将一些问题解决在另一片空间 太古君主大战 动辄浮尸万里 也许降临第五界同样残忍 不过却让人间能够保得安宁 开拓意识战场 陈南与君王德蒙跨界成功 两人自空间之门冲出 安全抵达斗战圣剑 眼前的景象在陈南意料之中 映入眼帘的是无尽的海骨 这片空间之门周围腐蚀万千 远处更是白骨挨挨 刺目的骷髅骨海白茫茫一片 让人惊心 这都是君王们 为了跨界而屠杀的无辜生灵啊 无尽岁月的积累 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生魂被涂露在这里 四周生之气息浩荡 那是血迹产生的生命之能 还没有完全消散 稍远处则阴气重重 淡淡的黑色鹰雾飘荡在周围 再加上无尽的海骨衬托 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 怨铃哀嚎不断 这里注定是一个死亡之地 更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沼泽 水则点点 时时有腐蚀冒出 恐怖的挣扎躁动 恐怖与邪义无比 面对无尽海骨 陈南没有什么可感慨的 到了如今杀敌无数 什么样的残忍事件没有见过 这次他来第五届 只为杀人 德蒙身材修长 面色白净 如一个书生一般 实在不像是一个 能够血杀万里的君王 他转过身来对陈南道 走吧 穿过这片阴陵沼泽 才算真正进入我们的世界 除非跨界的君王 不然没有人会来这里 以两人的修为 穿越过这片大沼泽 不过刹那间 穿过沼泽区 前方是连绵布局的山脉 所有山峰皆高耸入云 在路过之陈南感觉到了 奇异之处 这片高耸入云的山峰 竟然全部都是断峰 很难让人想象 如果没有崩断 他们有多么高耸 德蒙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 道 我说许多强者 都曾到过斗战圣剑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片山脉 原本是一座神帝 会万山之灵气 聚百脉之灵根 是一座少有的圣地 但却被人震断百风 将灵根射走 说不定就是你们那一届的强者 快速飞行出去 陈南他们又发现一处 赤地万里的所在 德蒙介绍道 这乃是魔主 当年与人对决留下的印记 自太古至今 这里变成了一处荒凉绝地 随后 陈南又意外看到了 大神独孤拜天留下的印记 他心中真实感慨 太古时期 恐怕也唯有这等人物 才能够从容夸界吧 这片大地 各地景物差别巨大 总的来说 山河壮丽 尽管有不少绝地 但是秀丽的山川大泽 也不在少数 幅员辽阔之极 堪比陈南他们 那一方的天剑 本就是为杀敌而来 陈南时间有限 三日后 八魂力量将衰竭 他准备将一切事件 都压缩在两日内 留下充裕时间 去对付黑企 我方有五位君主 另外四人 近来都在与对方纠缠大战 死死地牵制住了 对方四大高手 如今黑企跨界而去 对方还有一位君王 没有敌手 而我们就是 要去对付他 陈南深深看了他一眼 道 不要告诉我 那人是太古七军中第一人 德猛笑了起来 道 怎么可能呢 那第一人有人牵制 我们要对付的人 应该不会很麻烦 因为他重伤在身 在不久前的一场战大战中 险些被我们彻底封印 可惜 对方的君王来得太及时了 总算就吓了他 好 那就从他开始下手吧 陈南从对方的话语中 得到不少信息 德猛一方 竟然有人能够 缠住太古七军主中的第一人 实在有些让人吃惊 不过 这无所谓了 他来到这里 主要是为了打破局面 让德猛一方和黑棋一方平衡起来 让他们的实力无限接机 这样 人间与天界 才能够保持安宁 已经重伤的太古君王 名为尼仲 在太古六军归回第五届时 被德猛一方先一步觉察 见对方有六大君主 他们便定出一计 想要先灭杀其中一人 结果 虽未成功 但效果足够了 让尼仲重伤险死 始终不得上战场 致使双方都只能出动五位君王绝队 保持了一段平衡 一位重伤的君王 你自己就应该 能够灭杀吧 何必来找我呢 陈南狐疑地看着德猛 德猛叹了一口气 道 我们曾经尝试几次 但是始终不能得手 即便他身边 没有其他君王守护 但是不在他养伤之地的阵法不简单 差不多能够挡住一个君王 不过 我们两人去 可以轻松破开 德猛炸死骗过了黑棋 当黑棋去了人间界后 德猛一个人 不是没有办法彻底破开那个阵法 但是他生性谨慎 所有找来的陈南 要一击必杀 斗战圣界 真的是一处其地 当中蕴含了不少无主玄界 有的玄界的地狱之浩大 实在让人扎蛇不已 陈南随同德猛 一同进入了望云界 这片玄界之大超乎想象 据说能有第五界的六分之一 望云界中非常的奇特 放眼望去 石灵是唯一的风景线 一片片石灵一望无际 一直绵延到天际尽头 直至进入深处 依然难以发掘平原 丘陵地带 虽然渐渐出现生机昂然的绿椅 但是全部依附在石山周围 这里的山峰非常玄奇 全部是如山岳般的巨石 一座座石峰 如斧劈刀刻出来的一般 高万人的石壁耸入云端 超乎想象 到了 就是这里 德猛低于道 前方 六座高耸如云的绝壁 明显大异于别处 六座绝壁闪烁着宝灰 明显被人祭练过 这就是尼仲部下的陆河乾坤镇 这六座绝壁就是镇旗 分别为诗 书 乐 礼 周 春 名字很雅致 但却杀人于无形中 号称尼仲的六门最强绝学 按照他的体内元气的运转 而演化出的可怕阵法 虽然尼仲的形神近乎毁灭了 但是在另外几位君王的帮助激练下 这六座神山 却近乎算是 他的机体的再生 借助无尽天地元气 在运转着他的功法 着实很可怕 陈南明白了 这六座绝壁 等同于尼仲的另位重生 他问道 有克制之法吗 没有 攻这座大阵 等同于再同尼仲作战 完全要靠实力 那好吧 就从他开始 你攻诗 乐三座镇旗 我攻礼 周 春三座镇旗 直接将他们崩碎 陈南冷笑 嚣张不可一世的太古君王之一 被动承接他们的招数 他相信能够彻底灭杀 杀 杀 德蒙与陈南同时大贺 一起向前掩杀而去 德蒙你又来了 你终在六座绝壁中 发出了冷冷的声音 这一次 彻底灭杀你 德蒙大侯 手中断剑 猛烈批砍尸 书 月三镇旗当中的狮子旗 断剑在刹那间暴涨 快速化成一座巨山 横扫在狮子旗上 一阵剧烈的窑洞 狮子旗竟然完好无损 德蒙被震飞了出去 不过他却毫无沮丧之色 哈哈大笑道 你中你死定了 像他这种级别的高手 简单出手间 就能够瞬间判断出敌 我双方的实力 他知道 尼仲在强撑着 此刻 尼仲根本无法挡住 他与陈南联手之力 陈南手中方天画戟 也画成千百丈大下 绝兄兄兵狂霹雳 周 春当中的周自祈 只砍杀的那座绝壁 剧烈摇动不已 接下来 德蒙与陈南狂攻不止 机会稍纵即逝 在别的君王没有回来救援之前 一定要干掉尼仲 六座绝壁镇旗 幻化出千百道隐记 他们可不是静止不动的 六座绝壁虽然高耸入云 但是动起来当真迅如极殿 以特定的方式运转着 攻守兼备 仿佛天上的星辰图 在变换一般 尼仲叹气 虽然六座镇旗 按照他的攻法运转 勉强可以抵制 一个同级别高手 但是对抗两人 就万万不能了 德蒙与陈南手中兄兵 舞动天风 当真有蔑视之感 陆河乾坤镇眼看 即将被迫 尼仲不想坐以待毙 大喝道 乾坤六姐 乾坤镇被他崩开了 六道绝壁在分离的刹那 无数的人影冲了出来 仅仅在一瞬间 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影迹 所有人都挥舞刀刃 向着陈南与德蒙冲杀而去 杀 杀 杀 陈南大致估算了下 这第一批人 绝不会少于十万人 德蒙大声提醒陈南 道 千万不要外放出元气 为这些人补充能量 尼仲前驴即穷 他死定了 杀吧 陈南猛力挥动方天化己 瞬间数百生灵 被他收割去了生命 这时 他感觉并未遇到丝毫阻力 德蒙大喊道 尼仲为了疗伤 聚集了百万生灵 准备屠戮干净 恢复元气 他们是我们这一届的普通百姓 现在虽然还未被杀 但是却被尼仲控制了心神 等同于他的化身 他化身百万 千万不要放走一人 什么 这是普通的百姓啊 百万生灵 陈南震惊 即便发生天灾人祸 能死多少人 超级帝国间的一场大战 能死多少人 他实在感觉吃惊不已 百姓命的 真的很贱啊 尼仲实在该灭杀万变 不要下不去手 放走一人 尼仲可能就会逃之夭夭 每个人都可能是他 德蒙大吼着 眼看可以收网了 他可不希望最后功亏一篑 因为灭杀一个太古君王 实在太不容易了 这百万生灵 虽然是凡人之体 但冲杀在最前方的人 表现出的实力 最后都不下于神魔 完全给尼仲操控 继承了他的实力 陈南新建了 他知道以后可能会背上千古骂名 屠戮这么多的生灵 比只黑起 还要很辣过分啊 但是他没得选择 杀斗天地间 惨烈精英亭 三步杀一人 心停手不停 血流万里浪 魂金破哀鸣 陈南穿梭于尸山血海中 强大的灵石 锁定了所有冲出的生灵 绝世兄兵方天化己 每一击都夺魂万千 血浪翻滚中 陈南如修罗一般 千古过后 也许没有人会记得 他是为灭杀仇敌 保证天界 与人间不被屠戮而战 也许人们只会记得 一个浴血魔王 屠戮狂人 灭杀生灵百万 获得万事骂名 赞誉不可及 骂名能想象 但是 陈南没有选择 唯有于百万生灵中冲杀 杀一是为罪 图万是为雄 图得九百万 即为雄中雄 雄中雄 道不同 看破千年人一鸣 但是今生逞雄风 美名不爱恶名 杀人百万心不成 宁教万人切齿冷 不骄千古空遗恨 陈南与德蒙血涂百万生灵 震惊了第五戒 他与德蒙一起追杀 尼众最后的化身 纵横于斗战圣洁天上地下 转战百万里 终于将尼众击杀于一片草原之上 这个号称灭过苍天的强者 被封印无尽岁月元气大伤后 回归第五戒 又逢重创 今日终于彻底湮灭 第五百九十丈 杨杀了狼 跨界大战 一战攻城 死尸百万 第五戒震动 陈南之骂名 更胜于黑气 在第五戒人眼中 陈南此刻是一个冷血残酷的修罗魔王 应当群起而杀之 德蒙虽然素有计谋 但对于这一切始料不及 虽然除去了大敌 但是他们 这一方在第五戒的名声直落而下 唯一让他的安慰的是 百万生灵被图 全部被扣在陈南的头上 他被认为是帮凶 罪名轻于陈南多多 对于这个结果 陈南默然 没有什么可说的 杀了就是杀了 无需辩驳 虽然 他所作之事 可保人间与天界安平 但是与第五戒云云众生来说 毫无关联 是非功过 他早有所料 赞誉不可及 骂名能想象 此刻 最为愤怒的是 莫过于黑起 一方的另外几位君王 奈何他们 皆被对方阵营中的 几位君主缠住了 有心提刀去杀陈南 但是却无力分身 君王一怒天地动 在这一日 四位君王怒火破太虚 与德蒙一方的人 大战得更加惨烈 整片第五戒 都能感应到 那寒冷的杀意 第五戒暗流波荡百万里 接下来去杀阿里德 德蒙眼中 绽放出两道冷光 犀利如见 在这一刻 这个面色白净的君王 如毒蛇一般狠辣 第五戒是否已经平衡 陈南心中自问 他想杀黑起一方不假 但是如果让德蒙一方 因此而毒大 绝非善事 五天之日过去后 天界与人间积弱 无法抗衡第五戒 眼下 不能让这一戒 任何一方掌控局势 唯有这一戒较长时间内 都处于混乱中 才能使人间与天界安宁 眼下 你们不需要我的力量 如今你们已经占据上风 听闻陈南此话 德蒙摇了摇头 道 我方的最强者 可以牵制太古七军中的 头号人物 但是对方 还有一个黑起 这个人太强势了 无人能敌 他一旦陷入绝境 彻底发狂的话 足以抵得上三位君王 大战至今 没有人敢逼他 陷入疯狂绝望之境 但是 如果到了最后大决战 那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 再灭掉两人 我们才算彻底地扭转了千坤 陈南虽知德蒙所言水分 但知道黑起的确太过强势了 也许再帮他们灭杀掉一人 才算真正的平衡吧 最后黑起脱困 与之火兵 去杀阿里德 陈南做出了决定 阿里德是太古七军中的另类 射神兵不用 化山穿草木为兵 有草木山石的地方 就能够祭练出他的灵石神兵 高手可以化万物为兵 那是一种境界 但是 阿里德并非是因达到这种境界而如此 他自修五之日起便如此 他有一种天赋 能够拘禁出草木与灵山之惊魂 临时祭练成兵 当陈南与德蒙杀到时 阿里德与德蒙一方的君王 已经拼得伤痕累累 在大草原上空 洒下无尽血雨 德蒙一方的君王 为了死死缠住阿里德 不让他去救援泥众 已经大战的元气大伤 早已摇摇欲坠 德蒙与陈南来的 可谓正是时候 那名君王没有任何犹豫 飞快离开了战场 逆地疗伤而去 阿里德身高一丈二 肤色微黑 棕色乱发 男眼不凡相貌 他四肢修长 腹背雄剑 整个人像一头 择食的神豹一般 双目中透发胸利的光芒 是你 你杀死了松赞德布 杀死了尼仲 黑起 黑起他怎样了 阿里德立身于大草原上空 愤怒地盯着陈南 他的身躯在微微颤抖 他已经在陈南身上感知到了 已故的两位君王的死气 这是他的一向绝学 陈南没有说话 德蒙森然冷笑 黑起也死了 有意激怒对方 若阿里德方寸大乱 接下来德蒙便会暴起发难 我恨 阿里德并未露出太过愤慨的情绪 他冷冷地凝视着陈南 道 我见过你 刚刚在通天气柱下脱困的时候 你就在附近 我真该在那个时候杀死所有人 没有想到 一只微不足道的虫子 到了后来 竟然吞噬了两位君王 我恨绵绵不绝 阿里德虽然没有心神大乱 但是从他最后的话语中 不难看出 他的真实恨意与怒火 不会绵绵不绝 虽然不会插那几指 但一天足够了 陈南虽然在说这些话时很平静 但是可以感觉出 他的坚定必杀之念 哈哈 不错 杀你中用了一日 杀你阿里德一日 也应该够了 德蒙冷森大笑 到了现在 没有什么话可说 阿里德大鹤 大帝腾龙 地煞剑 下方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突然裂开一道大峡谷 一块如山岳般的巨石 自地下如天龙怒笑一般 腾空而起 带动着无尽的地煞之气 冲上高天 地煞剑同时劈向陈南与德蒙 陈南方天化戟横扫 与那地煞剑猛烈击撞在一起 山岳的般的巨石 瞬间被劈成两段 但是 两块巨石再次冲来 陈南冷笑 所谓的地煞剑 虽然被阿里德操控 但是依然难以承受 方天化戟的劈杀 两段山岳这次崩碎成 无数块巨石 漫天巨石并未坠落 承载了阿里德的力量 再次向着陈南攻去 嘿 一画二 二画四画成千千万万 这样就能撼动我吗 陈南冷笑 这一次 方天化戟暴涨到千百丈 陈南站在原地未动 用力轮动开来 如翻江倒海一般 天地震动 所有巨石全部化为沉沙 只是 沉沙依然不散 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漫天都是沙力 这可不是寻常的沙石 一粒足以洞穿金刚铁板 他们凝聚了阿里德的神力 同时汇聚了无尽的地煞之气 冰封三万里 环宇镜面 两道法则同时出口 地煞剑立石告破 无尽地煞之气 被冰封于 一座如山岳板的冰山中 而后爆碎 陈南手持胸脊 与他合二为一 穿过重重碎兵 快速朝着阿里德袭去 哈哈 阿里德你的末日到了 德蒙大手提断剑 也冲了上去 如果陈南与德蒙 单独一人对上 没有重伤的阿里德 那胜负真的很难说 但是此刻阿里德重伤在身 根本不可能是 他们的敌手 阿里德真的担心 自己也被灭杀 毕竟他被封印了 无尽的岁月 如今又是重伤之身 所谓的永恒不灭之体 此刻 恐怕也非常的脆弱了 你重便是前车之剑 亿万草与逆惊天 阿里德大鹤 整片大草原之上 无尽的野草 全部冲空而起 高天之上 顿时绿光大盛 而下方的草原 则已经光秃秃 入眼是一望无际的黄土 漫天的绿草 如一道道绿雨剑一般 向着陈南与德蒙攻去 阿里德你真的不聪明 修为道了 你我这般禁点 真以为靠这些草木 就能够杀死对手吗 德蒙冷笑着 手中断剑一惊滑出 半片虚空绿草神剑 都会湮灭于无形当中 陈南处更是惊人 方天画脊一扫 虚空都要崩碎 这些绿雨剑 即便承载了阿里德的力量 也难以保存下来 天杀剑 阿里德再次大喝 本是晴空万里的高天 随着他的喝喊 在短短一瞬间 忽然乌云密布 魔云滚滚翻涌而来 黑暗的天空中 数十把璀璨神剑 在黑云中不断狂批而下 想要斩杀陈南与黑气 这才像点样子 这一次 德蒙几次遇险 天杀剑乃是阿里德的一种绝学 以魔云聚集天地精气 凝聚成天杀剑 砖破君王之肉体 只是 对上一人 或许还有些效用 但是此刻面对两大高手 阿里德倍感失利 他知道难以走效 果然 随着陈南手中方天化己 一破百破 最近乌云中的神剑 打散了漫天的魔云 让高天再次恢复为晴空万里 阿里德知道 今日处境堪忧 世人皆知 我阿里德化山川草木为兵 无需 也没有必要祭奠神兵 但是 有谁知道我阿里德乃是西兵之人 从不愿将神兵外陷 嘿 知道我用神兵之人都已死去了 不知道今日之后 还能不能保守秘密 轰的一声巨响 高天之上突然雷鸣电闪起来 无尽的血雾突然弥漫了开来 天色瞬间暗淡无光 七口神剑如七道神红一般 在暗淡的血雾中撕裂而出 冷森森的剑忍 透发出刺骨的杀意 快速向着陈南与德蒙披斩而去 该死 这个家伙隐藏实力 德蒙顿时脸色一变 这个时候 七口神剑 没有向着陈南而去 全部静止 朝他袭杀而来 一道道无匹的剑忍 化开一道道空间大裂缝 组成了一道无法突破的剑阵 德蒙根本无法躲避 该死 德蒙惊木 他的断剑 竟然被七口神剑绞碎了 啊 君王肉体也被绞碎 灵魂遭受重创 德蒙惊恐无比 七口神剑在暗淡的血雾中 简直无间不摧 如此轻易就毁灭了德蒙的肉体 这突兀的变故 顿时让陈南一阵吃惊 如果方才七口 神剑攻向了他 那么此刻 恐怕他也将遭逢重创 很遗憾 本来这次我 准备灭杀的是另一位君王 但是我知道他最大的本领是逃生 而你又引来了强大的帮手来替换他 让我隐忍到现在啊 阿里德冷冷地道 即便我生死 也要拉上一个君王陪葬 德蒙暴怒 在剑阵中快速重组了身体 但是根本无法突破而去 七口神剑似乎禁锢了这片空间 七道神盲纵横冲杀 再次粉碎了他的肉体 他的灵魂再遭重创 陈南提着方天化己 舞动出天风 透发出冲天煞气 杀了上去 但是 阿里德早有准备 他已经立下死至 死也要拉上德蒙 他拦在了陈南的身前 与他大战起来 啊 德蒙第三次遭受重创 凄惨的大叫 居然无法逃出这片剑阵 心中恐惧到极点 即便他乃是不灭的天阶高手 但是如果不断受创 最后元气大伤至最低点 恐怕也难逃一死 陈南虽然想救德蒙 但是眼下被阿里德缠住 根本无法脱身 现在 他不得不暗叹 太古欺君皆不凡 想除掉任何一人 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果不是那泥众行神 早已近乎毁灭 恐怕也不会让他们 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杀死 德蒙此刻真的恐惧到了极点 原本胜利在望 但是此刻却遇到了杀身之祸 他没有想到 阿德里隐藏的绝杀 竟然如此厉害 阿里德一边与陈南大战 一边对德蒙冷笑连连 世人皆不懂我 我乃是世间最西兵之人 却被人误传 嘿嘿 德蒙即便平日素有计策 但是此刻也丝毫办法 他很想剖开大骂 世人误他 紫风 大空 云望 猎刚 虚妄 莉莎 孤胆七口神剑 乃我七魄所练 德蒙你根本逃不出去 德蒙听闻这些话语近乎绝望 七口神剑与对方七魄相连 真是性命娇羞啊 陈南尽管对德蒙没有什么好感 但是此刻却很想救他出来 只是阿里德拼死阻拦 一个君王相组 他根本无法冲过去 在第七次被毁灭肉体 重创灵魂之后 德蒙悲笑起来 大鹤喊道 看我如何破你剑阵 高天之上 德蒙再次重组好肉体后 快速分化出几道魂影 迎向了七口神剑 以我两魂五魄 断你七剑 德蒙疯狂地利吼 被逼到如此境地 若想活下去 必须要有所取舍了 德蒙发狠自费魂魄 君王的两魂 五魄 那是何等的概念 七道魂魄影迹 快速冲向了七把神剑 高天之上 迸发出千万道光芒 在一瞬间震散了满天的血云 同时狂风大作 阴风怒嚎 两魂五魄 终于缠上了七口神剑 魂断 破碎 剑舌 高天之上 传出阵阵凄厉的吼笑之音 德蒙以牺牲自己两魂五魄为代价 终于折断了七口神剑 冲出了剑阵 他的身躯不断地颤抖 口中更是鲜血不断地向外涌动而出 整个人快变成一个血人了 阿里德也是险些崩溃 七魄随着七剑折断 他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被陈南一己劈碎 他快速在远空重组身体 发疯一般将七口断剑召唤回去 全部融入了他的身体 竭尽全力地想要保下七魄 另一边 德蒙同样疯了一般 疯狂地聚集自己的两魂五魄 两败俱伤啊 陈南 拜托给你了 我要去疗伤 德蒙片刻都不想耽搁 飞快消失在了天际 今日他的损失太大了 陈南没有说话 直接向阿里德杀去 到了现在 阿里德有心无力 根本无法再战 他不想就此死去 开始疯狂逃命 这一日 陈南之兄名镇五界 杀得太古君王阿里德 飞天遁地 惶惶不可终日 这是何等的威势啊 要知道 太古君主 那是永恒不灭的主宰者啊 连天都敢去击杀 今日竟然被一个青年高手 杀得上天入地 到处逃窜 这简直不可想象 陈南的身影 成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 深深烙印进 第五界许多高手的心中 血涂百万生灵 击杀君王尼仲 此刻再次追杀阿里德 陈南这不败之身 深深撼动了整片斗战圣剑 盖世大凶人 这是第五界 所有人对陈南的评价 君王阿里德 急急如丧家之犬一般 他不想死 他想活下去 因为他不甘 他遭受过封印 元气始终未恢复过来 他不想这样死去 只是 时间 他没有时间 最后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阿里德逃到了空间之门 毫不犹豫地 从自己的那天地中 射出五万圣灵 血迹连接两界的通道 他要跨界逃去 他想进入人间界 他知道几方的几位君王都被缠住 根本无力救他 也许唯有另一界的黑旗 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他知道 人间界与天界的强者 进入了第三界 除却陈南之外 应该没有厉害的敌手 以黑旗能够独抗三位君王的本领 应该能够救他 在空间之门前一场激战 阿里德激进毁灭 但是陈南终于还是 未能拦住 自己也遭受了创伤 阿里德发疯一般 逃进了空间之门 陈南再一次领教了 太古君主的可怕 他无比担忧地追杀了进去 跨界之战 跨界大追杀 阿里德与陈南 从空间之门冲出后 当场又是一场大战 守候在不远处的天轨被惊动 按照陈家人事先的请求 他用记忆水晶 将这些画面 传回了天界与人间各处 人间 天界 月亮之上 所有人都震惊 不过接下来 所有人又长出了一口气 因为是陈南在追杀阿里德 君王阿里德亡命飞逃 终于寻到了黑起的气息 但是当看到 十三个千丈高的大骑时 再看到北斗浮魔阵 他近乎绝望了 短时间内 黑起根本无法破困而出 黑起你破困而出 立刻返回第五界 不然我们所有人都得死 吼 盖世君王黑起 狂笑震天 奋力冲击绝阵 黑起你要替我报仇 将这一切屠戮干净 阿里德喊完这些话语 快速向着远空逃去 如今他已经知道 必死无疑 元气大伤 灵魂近乎毁灭 陈南肯定能够灭杀他 只是 他不能白死 法祖没有去追杀 依然监控黑起 陈南焦急无比 临死的君王之强大 超出了他的想象 现在他已经受创了 对方存了死至与他大战 那是非常可怕的 一座都城再望 阿里德残忍地笑着 快速飞了过去 城内车水马龙 叫买叫卖生不绝于耳 热闹繁华无比 这是东方的一座大城 人口不下三十万 太古君王阿德里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即便修为近乎毁灭了 但是将三十万生灵同时灭杀 还是不会费去多少力气的 只要七把断剑齐出 这座城市会很快成为废墟 只是 他改变了主意 没有亲手毁灭这座大城 他生化万千 而后他的身体粉碎了 魂力冲进了三十万生灵当中 整座城市瞬间静了下来 死一般的安静 而后传出了之上 云霄的吼啸之声 三十万人齐声喝喊 陈南我看你如何杀我 陈南心神俱正 他犹豫了 他彷徨了 眼看将灭杀对方 但是却出了如此变故 哈哈 阿德里大笑 三十万生灵 不断飞上高天 他知道南逃一死 但是定要给陈南 留下千古骂名 让他为千万人所恨 他毫不犹豫地 灭杀了所有人的心神 让所有人都成为了他的化身 在这座大城与陈南对峙 哈哈 绝路 绝路啊 陈南被悲凉大笑 太上望情路 让他少了许多希望 眼下又面临如此选择 真是两难 不杀阿德里是不可能的 一旦他修复七口神剑 等待黑起脱块出 那么所有人都得死 只是 他若灭杀三十万生灵 注定世人皆将唾弃他 必然会留下千古骂名 轰 天空中一声巨响 阿里德以大法力 倒映在天空中 一幅幅可怕的图像 画面中 陈南血涂百万 残忍如盖世魔王 陈南你在第五届大肆杀戮 这普通圣灵如泥狗 现在怎么心软了 阿德里残忍地笑着 独戒 陈南默然 他无法否认 第五届的事情 如果现在隐瞒 日后也会传到这一届 看到陈南沉默 阿德里笑得更加猖狂 无法拖延 还有一日 黑起就要脱困了 陈南心中悲凉 宁流千古骂名 永遭世人唾弃 成为不慎恶人 今日也要灭杀你 陈南愤怒悲笑 手中方天化己横扫而出 雪 是天地间唯一的色彩 这一日 天界与人间皆震动 在第五届 血涂百万生灵 在人间界 血杀三十万生灵 陈南之名 父如皆知 陈家老一辈悔恨无比 如果没有天鬼的记忆水晶跟随 也许事情会隐瞒一段时间 现在 这一次 陈南没有等到三日 就失去了八魂的力量 阿德里在临死前反扑 七口断剑 全部刺入了他的身体 虽然最后身体重组完毕 但是来自一个君王的灵魂之力 还是让陈南近乎毁灭 他已经无法去对抗黑气了 也无法去关注第五届君王了 千古恶名加深 当陈南走进一座城镇时 所有人惊恐逃避而去 当他化身成另一个样子出现时 他听到所有人都在谈论 他这个冷血是杀的残暴屠夫 羊杀了狼 染了狼的血 也沾了羊的血 从此成了恶狼 陈南感觉身体疲倦到了极点 心中更是气冷到极点 终于他倒在了一片深山中